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SOGO在百货 零售百货业 其实是在非常前端的一个 特别是在永续这一块做得非常的好 那可不可以请董事长跟我们多分享一下 过去SOGO最一路走来肯定是非常艰辛的 路只要走对了就不怕远 我们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 可能我们要花多一点时间沟通 可能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准备 甚至我们要多花一点成本来达到这个目的 但是为了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爱的台湾社会跟这个地球 那我常跟同仁讲说 我们要记得一句话 我们要做社会上最好的企业 同时我们要做对社会最好的企业 所以呢我们从CSR过渡到ESG 其实是非常顺其自然的 那从环境社会跟企业社会责任这个部分 我们一起来把台湾的这个零售业 一起打造起来 希望能够对地球能够多尽一份心力 那在这个2015年当年 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国内第一张的 百货零售业的碳标签 哇这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 那之后呢在2018年的时候呢 我们又得到了一张减碳标签 那也是国内的第一张 从2015到2018 我们减碳达到了25% 然后呢到了2021年的时候 也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呢 我们又因为减碳这三年 我们又减了40% 好所以在我们SOGO的卖场里面呢 我们这个二氧化碳的当量 大概是28公克 好所以呢这个成效呢 又让我们再度得到了 一张减碳标签延续下来 那我们还规划了国内第一个 好百货公司的太阳能板 好在我们SOGO的天母店的上面 那目前虽然它一年 只能够产生1.1万多 但是当年这个百货公司 设立太阳能板这个创举 给了同业们这个一个启发 也给了我们自己信心 是 我们也开始规划 因为新竹店的这个 整个巨型的面积够大 所以呢我们就开始 在这边规划做几期 那在2019年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第一期 在我们新竹店就完成了 那它每一年可以发电 46.5万多 所以除了自己自足之外 我们还有能力 可以去顿售这个店 新竹店的这个表现 让我们很受到鼓舞 所以我们马上呢 在今年2022年 我们有第二期的规划 我们要再投入2500万的经费 让它第二期 我们要在我们新竹店的屋顶上面 这个停车场上面 再做这个碳温板的规划 我没有想到说 我们自己生产绿店 还可以卖绿店 所以其实我常常来想说 把梦做大 你就会很够有力量 从董长的观察里头来看 就是您认为凭证中心 对于台湾推动再生能源 以及现在我们在使用上面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察跟建议呢 其实台湾的产业别非常的多样化 那以服务业来讲 它最主要是一个人跟人经验的一个传递 所以这个东西要把它量化是很困难的 所以今天有评证中心 用专业的角度 帮各个产业做不同的量化的一个规格的制定 让大家有一个可以去遵行 或者是benchmark超越的一个目标 我觉得对大家都很重要 至少有一个规格跟标准可循 那另外就是其实我常跟同仁在分享说 我们在做节能减碳 我们做企业的ESG 那其实我们是在跟我们自己 做一个自我提升跟超越 所以每一次有一些新的规格 新的标准 新的凭证要出的时候 我们都很兴奋 因为我们就要说 我们又有这样的东西可以让我们更好 凭证中心以及所发行的凭证的存在 对于企业来讲 也是一个自我体质检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所以我很谢谢有这样子的制度跟机构 谢谢董事长很肯定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的开心 黄董事长参加我们今天的访问 然后我觉得董事长今天分享非常多 非常有价值的内容跟经验 那特别重要的事情是 董事长刚刚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不是只是独善其身 好其实应该是大家要所有的企业一起救援进来 因为这个地球不是只是我一个人的 或者是我跟我孩子的 是我们所有人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由搜狗成功的案例 让更多的企业一起加入我们 谢谢董事长 谢谢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